台東城公正靜香團感染鏈再擴大 台東縣政府經報 全國首位地方政府一級主管確診 據了解這位中心確診主管 平常在民政處上班 11號晚上參加聚會 與確診的議員有接觸而被狂烈 在居家隔離期間迎轉陽確診 目前已經送醫隔離治療 台東縣府也在辦公大樓後方 設立快篩站 一大早就有民眾擔心染疫 排隊等待篩檢 台東縣疫情有點上升 甚至好像都來這邊快篩一下 真的好 疫情拉緊報的可不只台東 花蓮15號暴增146例確診 多條感染鏈不斷擴大 全縣高中以下學校停課到21號 43家補習班改線上上課 花蓮已經成為疫情重災區 狂聯疫調速度追不上病毒散播 衛生局也預告 這恐怕只是開始 整個花蓮地區 應該是都把它當作污染區 那疫情現在我相信不是結束 而是開始 宜蘭的狀況也不樂觀 婚姻疫情風暴持續延燒 累計38例確診 依賴衛生局至今還無法掌控 實際參加人數 醫療量能以逼近極限 接下來不會進行普篩 另外為了增加3劑疫苗覆蓋率 基隆市府特別加開假日施打站 許多平日要上班的民眾 都來排隊接種 甚至有人早上6點半就到現場排隊 我6點半來因為搭車通勤的關係 所以我可能會先打第3劑 全國疫情大爆發 民眾只能做好自我防疫 將染疫風險降到最低 記者綜合報導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但是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就可以買到